《张三丰》 《张三丰》是罕见长寿之人张三丰,不仅的影视剧中讨人喜爱,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,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丢丢神秘感。 以张三丰武当派创始人的身份,也称得上师武术圈当中的一线大咖的。 既然是大咖,按照贵圈里面的传统,江湖上关于他那些不靠谱的传言,也正说明了张三丰的人气之高。 所以说,他至今长生不死的传言,的确有点离谱了,但是张三丰的确确是一个长寿之人。 有史料证实,张三丰的确是史上有名的长寿之人,在史料可考的范围之内,他的活动跨度也有上百年。 根据道教的推测,他的活动时期,大约在公元1314到1417年,长达103年之久,历经了。 元朝的鼎盛与衰败和明朝的崛起与繁荣。 著名中国武术史学者李施龙先生,在古今太极全普及原流产力艺术当中,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,说张三丰应该出生于1247或1248年,而死于1458年,享年212岁。 其实,这种说法也只能说是较为客信,并不能当作事实,但综合现在的各种资料来看,张三丰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寿之人,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 在平均寿命不到30岁的古代,张三丰足足活了足足200岁,这要比一般人的六倍还多。 不得不说,在人类的生命史上,张三丰就是一个大奇迹,所以也不难想象,当时的人们都把他当作神仙一样看待。 正是因为这样,导致很多人来编造张三丰的一些神话,明朝历代皇帝都相信他是一直活着的, 所以争先恐后地赐予他封号,甚至到找清朝的雍正年间,一个叫梦久的人,还自称遇到过张三丰,并且还和他砍过大山。 张三丰长生之谜,根据现存的宗教典籍,和民间灵散的文字记载,我们已经很难准确地推断张三丰的寿命,形形色色的民间传说,更使张三丰的确切年龄变得真假难变。 对于张三丰长生之谜,数百年来人们大致给出了这样几种可能。 一,或许根本就没有张三丰这个人,是住在武当山的道士们虚构的,借用其传奇的经历,为自己撑腰打气。 二,或许真正的张三丰,在明朝洪武初年名声大造的时候,就已经去世了,他的信徒为了神化他,而说他到外地云游, 三,或许在那几百年之间,有好几个叫张三丰,或者名字跟张三丰的发音相似的人先后出现过,人们把这些人混同为了一个人,并在民间口耳相传,这就虚构出了一个长寿的张三丰,从而满足人们对于健康长寿的一个美好追求。 据说,朱元璋就曾经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寻找张三丰的热潮,只可惜朱皇帝还是未溺的张三。 丰的踪景,明成祖朱棣更约,专门拨经费组织了一支专业团队去寻找,甚至放狠话说,要么你给我找到张三丰,要么你就去死。 张三丰,张三丰,经常玩一些死而复生的做法,也是惊得大家目瞪口呆。 第一次在太原的南御山,根据太原县制的记载,张三丰曾引修南御山中,福气壁谷,几个月也不见他烧火做饭,却时常见他帮助村民们耕种收割。 有一天他突然死了,村民将他葬在南御山上,但不久后,又有村民在西安遇见他。 第二次在宝基金台关,明史和微义录记载,洪武二十六年九月的一天,张三丰对门人杨鬼山说,我命数已尽,归天有期,遂留宋慈而死。 人们在安葬时发觉关内有深吟声,警官一看,发现,他竟又活了过来,如梦醒一样。 第三次是在明朝永乐末年的武当山,这次张三丰似乎是真的离开了人间,文献留下了不知所中的字样。 但后代仍有所谓他的灵机显现,如清代清世里昔月,奉道者汪西陵,均自称见过三丰祖师,其真实情况,究竟如何也是众说纷纭。 所以,张三丰多次死而复生的做法,使得民间都称他为张神仙,古代的皇帝都贪图长生不死之术,他为的是能够永远地掌握权力,能享用不尽荣华富贵。 但张三丰则不同,作为修道之人无欲无求,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追求长生,因此才获得了如此长的寿命。 张三丰的这样的心态,也正好应验了老子《道德经》当中的一句话,道长无为而无不为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